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來我們介紹一個也是我們在 社會生活當中常聽到的法律用語 緩刑 那緩刑我們分為這幾個部分 向各位做一個基本的介紹 緩刑的要件 依據刑法第74條的規定 緩刑 必須是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 有下列情形之一任 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 得宣告2年以上 5年以下之緩刑 這個緩刑意思就是他雖然受到刑罰的宣告 也就是他的行為是不對的 國家是要處罰的 那他處罰的範圍國家宣告 2年以上 對不起 這個緩刑 是指 雖然他受了刑罰的宣告 但是國家暫時不執行他 觀察他 觀察多久呢 2年以上5年以下的期間 有法院定一個期間來觀察他 所以說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刑 這個緩刑就是暫緩執行 暫緩執行例如3年 那這3年裡面他 不能夠再犯 其他的刑事案件 這等一下我們會說明 那我們現在先講緩刑的要件 要宣告 緩刑除了方才我們所說的之外 他還要 符合這 兩種情形其中一個 第一個 未曾因故意犯罪受 有其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 或者 前因故意犯罪受有其徒刑以上刑之宣告 執行完畢或赦免後5年以內 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其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 所以綜合這個74條的基本規定 被判緩刑 基本上必須他所犯的罪是 不太嚴重的 就是他最高被科已 二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所以比方說有 一個人 他犯罪 被法院判刑六個月 六個月顯然就是在 二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所以他符合 第一個部分 然後他必須符合下面的 這兩個情形其中的一個 那就是他近期內 至少五年內他都是乖乖的 沒有很重大的刑事責任產生 那這樣他就有可能被判緩刑 就是 剛才那六個月 先不執行 先觀察他 那如果 法官給他判緩刑 三年 那三年內他都 沒有問題 就會產生一個緩刑的效力 緩刑期滿 他被觀察 法官所判的緩刑三年 三年裡面他都乖乖的 他都沒有做其他 等一下我們要介紹 不好的事情 那就是所謂的緩刑期滿 他被觀察三年期滿 而緩刑的宣告未經撤銷 他乖乖的緩刑就不會被撤銷 就是他一直都被觀察 那這個時候 其刑之宣告失其效力 其刑之宣告失其效力 剛才我們不是說 舉了例子說 有一個人他被判了六個月的有期徒刑 那如果緩刑期滿 都沒有被撤銷 也就是他被觀察的這個期間他都好好的 沒有在犯罪 那他原來所被宣告的 那個要刻意 六個月的有期徒刑 這個宣告失其效力 失其效力的意思 不是 不是免除其刑喔 免除其刑我們之前一直強調免除其刑 他還是屬於犯罪的 只是 不處罰而已 那這邊是說 宣告失其效力 其刑之宣告失其效力 意思就是他不構成犯罪了 他以前所構成的 那個 被法院裁判的犯罪 那個 被抹銷了 被抹銷了 在法律上 失其效力 無效 這個意思 都是 指向 法律本來說賦予的效力 當作不存在一樣 所以本來法院對他判刑 當作沒有對他判刑 所以在法律上的效力 就是他 沒有犯罪紀錄 他 有一個 刑事案件的紀錄 但是 在 刑法的處罰上 他是沒有受過刑法處罰的宣判的 這個 其刑之宣告 失其效力 有這樣強大的意涵 簡言之就是我們會說 他是沒有前科的 再更白話一點 如果今天要出國 那 要申請 外國簽證 常常會被要求 要 出具良民證 那如果一個人他曾經犯案 被判 六個月有期徒刑 緩刑三年 那他完成了這個 緩刑三年都乖乖的 發生這個期刑之宣告失其效力 那麼他的良民證上面 就不會有任何他的犯罪記錄 等於他六個月宣告的那個刑就不見了 所以這個緩刑 他往往是對於比較輕微的犯罪 給予 特別是出犯的人 一個 改過自新的機會 只要緩刑期滿沒有被撤銷 發生緩刑的效力 他就等於在刑法上是沒有前科紀錄的 那各位會關心說可是還是有一個刑事紀錄在那邊 對 因為國家做了什麼事情 總是要有一個紀錄 但是我要再次強調 刑事紀錄 不等於 他根本就不是一個所謂的 犯罪前科 那犯罪前科是指他真的有被國家處罰 刑事處罰 這個才是犯罪前科 緩刑最終等於是他沒有被處罰 所以是無罪的狀況 那這邊 他有一個例外的規定 但依第75條第2項第75條之一 第2項撤銷緩刑宣告者 不在此線 所以等一下我們會介紹 到底什麼情況他會被撤銷緩刑宣告 他一旦被撤銷就不發生緩刑之效力 那麼他六個月的有期徒刑就要被執行 被執行了 那麼他就是有前科有犯罪紀錄的了 那關於緩刑 會有一些附帶宣告 緩刑宣告得斟酌情形 命犯罪人為下列各款事項 例如 這都是法條明文規定的 向被害人道歉 立毀過書 向被害人支付損害賠償 向公庫支付一定之金額 義務的勞務服務 完成 借飲治療 例如借毒癮 精神治療 心理輔導 等 處遇措施 或者 保護被害人安全的 必要命令 這個法院也可以附帶宣告 或者預防再犯 所謂的 必要命令 這一些是法律所規定的 緩刑 的 附帶宣告的 一些 可能性 那方向我們說 如果被宣告緩刑 最重要的就是要遵守法律規定 不能被撤銷 那會被撤銷的情形 第一個是 緩刑前或緩刑 其內應故意犯他罪 而在緩刑期內受不得益科罰金之 有其徒刑以上行之宣告確定者 剛才我 稍微說了一下 緩刑通常是對輕微 特別是對粗犯者 要給他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 那如果有這種情形 其實他已經有犯別的比較嚴重的罪了 所以他必須 被撤銷緩刑的宣告 好 那 必須判決確定後六個月以內 撤銷之 這個是撤銷的一個第一個情形 接下來 這個畫面 呈現 緩刑撤銷的 幾款 詳細的規定 那這些都是條文規定 我就不阻止照念 請各位可以參看我們這一個畫面 都有用紅顏色的字 做重點提示 或者各位也可以參看 書面講義 簡言之 如果 在緩刑前或者緩刑期內 在犯 我們這個畫面所呈現的 這一些 犯罪行為的話 那麼表示 他 不適宜 被當作沒有犯過罪 因此會被撤銷緩刑 接著我們介紹 假釋這一個概念 那我們也是從要件效力 我們舉一個案例 限制撤銷從這各個角度來介紹假釋 假釋它是指 受有其圖刑之執行 而有圈毀實據者 那這個時候 可以讓他 不要被監禁 他可以被 所謂的假釋出獄 那 這邊他要符合一定的要件 也就是他要先經過 一定的刑罰執行 如果是無期徒刑 那麼他 必須被執行 25年 最少 也就是他被關 25年之後 他有可能因為他有 圈毀實據 而被假釋出獄 那如果是有期徒刑 這個有期徒刑的執行 必須達 1分之1 所以如果他被判有期徒刑 20年 那麼他至少應該被關 10年之後有圈毀實據者 有可能 可以被假釋 那如果是累犯的話 他必須被執行 達到三分之二的刑度 才可以 那這個假釋 是由監獄報刑法務部 由法務部最後決定 是否准許假釋出獄 那 假釋出獄的效力 按照刑法第79條規定 無期徒刑假釋後 滿20年 或有其徒刑 所於刑期內未經撤銷假釋者 其未執行執行 以執行論 那也就是 他已經扶完刑了 如果他假釋出獄 就無期徒刑 受宣判者 假釋出獄後 20年內 他都沒有 違反其他的罪責 無期徒刑 假釋出獄之後 方向我們所舉的例子 如果他受有期徒刑 20年的宣告 那扶刑滿一半就是10年之後 他符合要件 假釋出獄 那他還有剩下10年 那這10年就是 所於刑期 他說乖乖的沒有犯其他的罪 那他的假釋 就不會被撤銷 他的假釋沒有被撤銷 那就當作他的無期徒刑 或者他的 20年的有期徒刑 全部都執行完畢了 但 1第78條第一項 撤銷假釋者不在此限 如果 他有違反其他 罪責 他的假釋會被撤銷 他的假釋一旦被撤銷 那麼他原來 沒有被執行的無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 就要被執行完畢 所以假釋者 他必須注意 不能被撤銷假釋這件事情是 很重要的 那此外呢 假釋中 另受刑之執行 積壓或其他依法拘束人身自由之期間 不算入假釋期內 等一下我們會說 會被撤銷假釋的 常常是因為他又犯案 他又犯了其他的罪 那 如果他又犯了其他的罪 他有可能又要去坐牢 所以各位可能會有一個疑惑 那為什麼又規定說假釋中另受刑之執行 這個 不算入 假釋期內 如果他的假釋整個被撤銷 那其實 也不用 去看他的 假釋期間是 多長 反正他就是假釋被撤銷了 那所以在我們畫面上第三點 我們現在所指責這邊 他的意思 他的情況應該是 在 假釋 這一個罪 被 判刑之前 他就已經犯了其他的罪了 這種情形非常非常少 就說如果他犯了假釋兩個罪 那假罪 比較快就 審理完畢 而以罪 可能因為很繁複 所以 他 很久都沒有審理完畢 一直更審 一直被 最高法院 發回更審 那他 假罪假釋期間內 例如他的 以罪 判決下來 要處 一年的有期徒刑 那這年的有期徒刑如果他被執行 會變成說他假釋 十年這個假釋 假釋期間之內 他又去做一年的牢 那這一年的牢當然就要從假釋期間 扣除掉 好 這種情形很少發生 但是如果發生的話 就是如同方才 我們說 敘述的 要扣掉 這個部分 才會比較公平 最後這一點 但不起訴 處分或無罪判決 確定前 承受之 羈押 或其他依法拘束人身自由之期間 不在 此限 所以 這些他是要被 不被算入的 不被算入 好 關於假釋的限制 有下列情形者不是用假釋 第一個 有期徒刑執行未滿 六個月者 所以如果 他是有期徒刑的執行 例如他是被判刑一年 那麼本來我們說有期徒刑執行 一半可以申請假釋 但如果未滿六個月 他還是不能申請假釋 第二點 犯罪清本刑五年以上有其徒刑之罪 之 累犯 累犯就是他 連續 他不止一次的犯罪 他累積了不同的犯罪 顧名思義 累犯 他有不同的罪 那如果是罪清本刑五年以上有其徒刑之罪的累犯 於假釋期間受徒刑之執行完畢 或一步之執行而赦免後 五年以內故意再犯罪清本刑為五年以上有其徒刑之罪者 這個也不允許假釋 通常 五年以上的有其徒刑 就是法定刑 一開始就規定他是五年以上 比方說 這個五年以上 有其徒刑 這樣的刑度都是屬於比較重的罪 比較重的罪 那如果他有這種 累犯等等的情形 的話 他是不允許假釋的 好 第三點 犯第91條之一所列之罪 於徒刑執行期間接受輔導或治療後 經鑑定評估其再犯危險 未顯著降低 如果他的犯罪危險 未顯著降低 那這個時候讓他假釋 對社會對他個人都是不好的 刑法第91條之一所列之罪 有這一些 那這一些都是一些條文的號碼 我就不阻止照念 犯這一些罪 得令入相當處所 施以強制治療 那然後再加以評估 這一些罪之所以會被特殊考量 是因為他們有他們的 嚴重性 例如這裡面有很多是 跟 風化有關 例如強制性交罪 那所以行為人他會被施以 一定要強制治療的 這些處分 那如果 他們 被評估 沒有降低犯罪的可能 當然 制度上不應該允許他們假釋 否則對社會安全 或者對於這一些行為人本身都是 不好的一個狀況 那麼前項處分期間 至其再犯危險顯著降低為止 執行期間應每年鑑定 評估有無停止 治療 值必要 治療對於這一些行為人 是好的 但是 對他們也是 一種 負擔 所以 我們的法律 他做了 重重的 考量 那最後我們講一下 假釋在什麼時候 有可能被撤銷 假釋如果沒有被撤銷 就會發生 他不用再回監獄被關 但是如果假釋被撤銷 他就要回去 把之前的行動執行完畢 所以假釋之撤銷對於 犯罪行為人是很不利的 那如果 假釋中因故意 在犯罪 受有其徒刑以上行之宣告者 那這個他就要被撤銷假釋 但假釋其滿於三連者 不在此限 如果假釋被撤銷 那就是 於判決確定後六個月內 撤銷其假釋 就上面這一個行之宣告如果他被判決確定 確定六個月內要撤銷假釋 假釋撤銷後 其出獄的日數 不算入刑期之內 所以如果他 我們剛舉的例子 他被判二十年有期徒刑 執行一半 滿十年之後有圈毀實據 他 被允許假釋 那麼他其實有十年的刑期是還沒有執行的 那他可能 假釋 前六年 都沒有問題 到第七年 他又故意犯罪 受有期徒刑以上行之宣告 因此他被撤銷假釋 那撤銷假釋 他要再 回到監獄 接受 他的 刑法 他原來有十年沒有執行 那麼這十年他就要被執行完畢 他出獄的六年不能算在執行的期間之內 那假釋他是鼓勵犯人 在受刑期間就好好的改過自新 那今天 這個部分是關於刑法的 基本概念的介紹 相關的單元討論 我們會請同學 這個最主要探討死刑存費的議題 還有 我們所指定的其他 討論項目 謝謝各位同學的聆聽 主要是 過 收藏 加 聰明 aja 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